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对于一个眼影盘爱好者来说 这个月的爱用品跟我之前的影片比起来稍微多了一点点 但我真的非常爱它们 而且这些眼影盘都不是最新最新的东西了 就是我用了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月我用了比较多一点 所以就跟大家推荐一下 先从比较久远的开始讲起吧 第一个是Pamagrass他们家的一个眼影盘 那这个眼影盘是他们比较早之前的产品了 那我是一直到他们最近有一个打五折的活动 就接近打五折啦 然后这个眼影盘我觉得 这个价格好像可以买 然后里面的配色也是我蛮喜欢的 所以我就入手了这一个 那先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没有看过这个眼影盘的人呢 他们家的包装是走这种浮夸系列的 然后它是这种包装打开方式 那这眼影盘它有蛮多种的 他们家这种四个的眼影呢 就是出这种可以把它跟包装是分开来的这种 他们家有这种就是包装跟眼影盘是一体的 然后也是这种打开方式的 就会让我觉得有点麻烦 那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 它的包装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打开的感觉 再加上你看它这个包装是这种钢琴烤漆 就整体来讲就是蛮符合它的价格的啦 所以它的价格是匹配得了它这个包装质感的 然后再来呢打开之后 它就是我刚刚说的四格的眼影 那这四格眼影的全部都是亮片色 所以如果你是每一个眼影盘里面都要有亮片 跟雾面色搭配的人呢 这个我就不推荐了 不过像这种眼影盘呢 我就会拿来跟我全雾面的眼影盘做一个搭配 或者是当今天我想要特别闪亮的shimmer的时候 我就会想到Pamagraph这一盘四色的亮片的眼影 那这个四个亮片的眼影 我最常用的当然就是这个 里面最浅的这个亮白色 它打在眼睛中间真的超美的 那这四个质地都非常好 都是非常软糯 然后摸起来有点湿湿的感觉 那当然如果你 就你的眼睛不是那种很肿的类型 你也是可以单用这盘完成一个眼影的 就是一样就是加深眼尾色 然后打亮色跟主色都有 只是你的眼睛看起来就不是雾面的 会非常深邃的感觉 你的眼睛这里看起来会是比较闪亮的 所以如果是喜欢闪亮眼影的 或是你跑趴什么 喜欢这种亮亮的颜色的话 这盘我蛮推荐的 尤其是它在打五折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 它的品质包装各方面都还蛮符合它那个价格的 就不是它原价这么贵 如果到时候有打折的话呢 大家可以到我的Instagram上面看看 我都会在我的Instagram 有时候会给大家更新一些我的妆容啊 或是一些打折讯息 大家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那这盘也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如果对这盘刷色 或者是它其他眼中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我Instagram上面去看 有时候我在搭配妆的时候都会用到这一盘 那我这边就不多说了 好下一个呢 要给大家推荐的眼影盘呢 是这个Line Crime他们家的眼影盘 这个眼影盘呢 是被一个台湾的YouTuber 中吵的 非常 应该说是已经非常非常多发号人数的人 那我把他的那个照片就贴在这里 那这个眼影盘呢 当时我就看到他画一个非常Dramatic的眼妆 然后我就被他那个眼妆吸引上 我觉得 哇 怎么能画到这么好看 但是像这种配色真的是 非常跳的配色 但是他却可以画这么美 就引起我的想尝试的这种欲望 然后我们先一样从包装开始看 他的包装就是 他一看他们家都会有一个 这一个维纳斯女生 那这次维纳斯女生就躺下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包装真的很好看 我觉得很有艺术感 然后他就是这种我比较喜欢的纸质包装 他们家唯一的小小缺点 就是他们家的包装比较厚一点点 所以就把他收藏起来的时候 会比较不方便一点点 但如果你摆在梳妆台前面 这个包装是真的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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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好看的 它这个莫兰迪蓝的配色 好 然后打开之后 他的这个镜子啊 这个我没撕开 我舍不得撕 他上面有一些就是 关于这个眼影盘的一些介绍 然后你看他这个镜子的边框 我都觉得做得很美 然后再来他这个配色真的绝 这配色就不是我们日常会看到的配色 你看哪一个眼影盘 会做成这样的配色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推荐这个 并不是我用的非常非常多 这眼影盘的配色 说实在你的日常怎么可能很常用呢 所以这里面我最常最常用的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打亮色 这个打亮色超级美 它里面呢 是带一点点绿色偏光的这一种 到时候我把刷色贴在这边给大家 这个绿色 我先在那边给大家刷一下好了 但我这个先跟大家试一下 这个是暖光的 所以刷起来可能就会稍微偏黄一点点的颜色 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它的颜色啊 不是那种 蹦就马上跳出来 但它那种蓝绿色的偏光 然后底下又是那种 银色的白白的感觉 所以就可以让你的眼睛中间啊 如果你打在中间的话 那个topper的颜色就会很美很美 尤其是在阳光底下 就超级爆大美 然后它会这种比较细致的那种 闪片色 所以画起来呢 它并不会掉到你的脸上 所以它整体起来是细致的 但是又非常有亮点的那种眼影打亮色 这个我的光线不太好 它就是基本上造起来就有点绿绿白白的 但事实上看到的时候 它是有非常多蓝绿偏光 一点像是那种外星人颜色 到时候我会把刷色直接贴在这边给大家看 好 然后继续就是 呃 这一盘啊 它的配色就是 如果你要找 手里缺一个漂亮的打亮色 这里面的每一颗打亮都非常非常的美 虽然它的雾面色啊 就只有下面的这三颗 就很不日常 就除了这个 这个打底色之外 剩下两个真的很不日常 但是如果你去看 我贴了这个YouTuber的影片 你就会发现这个颜色 如果你是 呃 有在玩妆容的话 这个配色真的绝了 就太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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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这个眼影盘 我觉得很推荐 有在给玩眼妆的人 就是 入手 如果是你是 就是通常都指花日常妆的话 这一盘就是 变成只是一个辅助盘而已 就是跟我一样 我就是偶尔才会碰到这一盘 但是 如果你也跟我一样 是个眼影爱好者的话 看到这一盘 你肯定会动心的 那它现在是 我的collection里面 算是 也是小盘里面 算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盘 就算我非常少用它 但就是 怎么样 你都会觉得 哦 它在我心里的地位 就是这么的靠前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第二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三个要跟大家分享呢 是我最近有出的一个影片 就是 CloudPub它们家的这个 Sunflow Collection里面的 这一个眼影盘 这眼影盘呢 是全雾面的眼影盘 那刚好今天介绍的 就是一个全亮片 跟一个全雾面 这两个眼影盘 搭在一起也是非常的搭 那这个眼影盘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点我之前的 review的影片 我就在这边就不跟大家多讲了 它就是一个 可以日常 但是又可以画的 比较深邃的一个眼影盘 那你手里 如果有其他亮片色 跟这一盘搭起来 会很美 那如果你平常是 紫画霧面的 这一盘我非常非常推荐 包装各方面的 都做得很用心 然后再加上 这种Colourpop 紫质的紫盒 我是真的非常喜欢 好 那第四个 要跟大家推荐的眼影盘呢 我已经把它 收在一个 比较深的地方 所以我今天就不把它拿出来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看review 我把照片贴在这里 那那个眼影盘呢 它的配色就是 比较丰富一点 就是它可以日常 那也可以很浮夸 它就是一个 配色非常完整的 一个眼影盘 Nix他们家的 那个Ultimate系列的 比较新的一个 我觉得它的整体配色就是 他们家那个系列 有一些是很跳的 有些很日常的 这一盘就是 刚刚好适合那种 你平常花日常妆 但偶尔也需要一点 跳色的人 我觉得很推荐那一盘 那Nix他们家的粉质 那一盘的粉质 那一盘的粉质真的很不错 尤其是 我有在 我那个review的影片 跟大家 大家对比了一下 Maybelline之前 New York 那一盘的粉质比起来的话 那一盘 Nix的 比Maybelline那盘的粉质 我觉得还要更好 而且比较不肥粉 那里面亮片的色 有几个 稍微会掉一点点粉之外 剩下的粉质 尤其说雾面色 真的很让我 就是留下印象深刻 所以Nipa我是非常的推荐给 不论你是要花日常妆 还是需要在你的妆容里面 有些搭配的人 好 那么这个就是 我的眼影盘推荐 是有点点多 但是 对于一个眼影爱好在来讲 我觉得这样子 应该算还好吧 好 那接下来呢 彩妆的部分 再给大家推荐唇膏 那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 前几个月的爱用的话 应该记得 我当时给大家涂的这个TOWER28 我非常的喜欢 现在我还是非常常用它 虽然现在进入秋天了 但因为我跟大家说过 我的嘴唇是比较容易干裂的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唇蜜 尤其是它又不黏 我就非常非常喜欢 到现在还持续有在用 就有时候我上霧面色 妆容我是想搭配霧面口 但出去一段时间之后 我会觉得我嘴唇蛮干的 那这时候你在你的 霧面唇膏上面 不太可能再疊一层 不唇膏嘛 所以这时候我就会拿出 这个TOWER28的这个唇蜜 来补一下它的滋润感 真的会有那种滋润的效果 非常明显 我今天嘴上涂的不是这一个 我今天嘴上涂的是 我上个月给大家推荐的爱用 就是Mabelin他们家新出的那个 Lip Gloss的系列 叫做Lifter Gloss 那个我也很推荐 跟这个的效果呢 那个稍微持久一点点 但这个更润一点 所以就是看你个人的需求 如果你是嘴唇很干的人 我更推荐TOWER28这个 而且它们两个价格我印象里 对啦 那个毕竟是开价的 所以价格还是比这个便宜 但是这个以它的价格 跟各方面来讲 就是它的CP值性价比 各方面都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 那这个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 我又买另外一个颜色 是这个橘橘的颜色 这两个颜色呢 这样近看给大家比较一下 这两个颜色在管理看来都很深 但事实上涂在嘴巴上面 它是一个淡淡的 一点点红红 或是一点点橘橘这样的颜色 就很漂亮 我在这边给大家稍微做个手上的刷色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很透的这种唇蜜 它擦在嘴上的颜色 就是给你的嘴部 上一点点那种风唇 然后有一点点色泽的效果 所以很提你的气色的那种唇蜜 然后又不是很浮夸又很滋润 真的非常非常喜欢这一款唇蜜 所以我非常推荐如果你是嘴巴干 然后你又喜欢上霧面唇膏 有时候需要补一点自动感 这个我很推荐 那你单叉它也非常的美 它是给你的唇提一点气色这样子 那这两个颜色我会推荐 如果你是喜欢更日常的 几乎想要零显色的 我会推荐橘色的这一个 橘色这个色号叫做FIRE 那如果你是喜欢在你的唇上 如果你是很苍白的那种唇色的话 我建议就是你买Spicy这一个偏红一点点 它真的可以给你的嘴上提不少气色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呢 我还购入了Toro20他们家也非常火红的 这一个产品 就是Magic Hour这一个 大家都说它是腮红 就是那种膏状的腮红 但事实上它的功能是给脸颊 就唇颊两用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好用 就是它是那种不论你用刷子上 还是用你的手来上这个腮红 或者嘴唇都很方便 就是如果你出门什么的 那你有时候要补妆很不方便嘛 你的手上又没有带刷子 或什么的那种干的粉 你又很难再补 那也就是如果带Toro20这个很方便 就是拿你的手 然后直接的抹在你的唇上 或者抹在你的脸颊上面 都非常方便 那所以这一个唇甲两用的 这一个腮红啊 或是唇膏 我都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 那这一个有一个小小的缺点 不知道算不算缺点 我当时刚拿到的时候 我也看很多YouTuber 也有这个困扰 刚拿到的时候它很很难开 所以大家刚开始拿到的时候 可能要注意一下 就是不要把自己指甲给弄伤了 它这个包装 应该是因为当时它这里面 因为它是比较属于油状的这种质地 所以它的油可能在你的运胜过程之中 可能有渗到一点点这个开包装的地方 所以就会比较难开 如果要买它的话 到时候你打开的时候 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把周围的油啊 什么先擦掉 会稍微好开一点点 然后再打开之后 你要把里面的这个周围都清干净 到时候像我现在开就很方便 就是一开就打开了 不会有任何难开的现象 所以这一点就是给大家一个小小提醒 如果要购入这一款 唇甲两用的这个腮红的话 大家可能就是稍微要注意一下 剩下的部分我都很爱 其实它这种透明的啊 然后它的非常方便携带的大小 跟它的颜色 我都非常的喜欢 那我色号是Magic Hour再说一遍 就是很推荐大家去买 好20他们家产品 目前就是很多YouTuber都有推荐 就是他们家的产品 他们家还有一个Bronzer 就是比较亮面一点点的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到它的Suffera的网上去看一下 那他们还有一款喷雾也蛮有兴趣的 它是比较有一点点 算是帮助你不要长痘痘的那种 Setting Spray 当然我觉得这个靴头可能会有点过 但是蛮多人都蛮推荐那个东西了 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而且Tower 20他们家是Clean Beauty 所以我很推荐如果你是敏感肌 或者是你比较注重这方面的人 可以去看一下Tower 20他们家的产品 我觉得我目前这几样 手上这几样的产品 我都很满意很满意很满意 他们有可能会进入我 就2020年最爱用的产品 好那美妆产品结束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几个 比较算是护肤类的产品 那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防晒 那因为夏天刚结束嘛 但是大家别忘记冬天你出门如果有阳光啊 或是有一点点日照都还是要用防晒 那我给大家推荐就是Pharmacy 这一款的他们家这个防晒 那这个我觉得很适合在秋冬天的时候用 因为它是SPF30的 那一样就是UPA UVB都有的这种防晒 那这个防晒我非常喜欢它有几个地方 第一个它是物理防晒 所以如果你是还是化学防晒的人 这一款就是非常非常推荐 它虽然说是物理防晒 但是它整个上脸的效果跟它的质地 还有它各方面的表现力 其实都不比化学防晒吸收啊 或者是它推开的那种推开程度差 它的整个使用感非常非常好 它又是这种算是就是纯白的 它不是那种有润色效 所以在卸妆各方面如果你是懒人的话 这也不用担心这么多 所以这一款再加上Pharmacy 他们家算是Clean Beauty 所以这一款防晒我非常推荐大家在秋冬天使用 那夏天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用它 就是如果我知道我今天出门 只要半个小时或是一个小时 再曝晒在阳光下的话 就不到一个小时的话 我就会使用这一款防晒 它卸起来也很方便 然后在你脸上的感觉 也都不是这么的不好 就是它就是一上去之后 过没多久它就整个吸收进去 也不会在你的脸上 留下那种白白的痕迹 所以这款不论是在使用感 或是它整个效果来讲 我都非常推荐给需要防晒的人 尤其是秋冬天它的SPF是30的这一个 那这是我要给大家推荐的防晒 那接下来呢 下一个护肤产品是 Kiehl's他们家这个Cucumber Herbal Alka-Free Toner 这个toner呢 它的整个味道是那种草本味的 然后喷在 就是上在脸上会有的凉凉的感觉 那这个我很推荐 如果你是 呃 喜欢挤痘痘 当然我不推荐挤痘啦 但如果你是脸上很容易敏感 或是你有时候会有痘痘的人呢 那你在挤粉刺或挤痘痘之后 可以用这个来试图你的脸 它的正面效果 对我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不错的 那如果你不是拿来湿浮或什么 你直接把它 我是把它装到一个喷雾的盆子里面 瓶子里面 它也是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 它的那种保湿效果 跟它的 喷在脸上的感觉 我觉得都很不错 我就推荐给 如果你是脸上有敏感的人 这一款里面也不含酒精 所以 给大家推荐一下 如果是敏感肌 再找一款想要 呃 可以镇定你皮肤的化妆水的话 我很推荐Kiehl's 它们家这一款 Cucumber系列的 接下来它的护肤品呢 是身体乳 这个上个月有给大家介绍过 所以在那边短暂再说一遍 这个因为我真的太爱 就是它整个就是 你如果有喝过杏仁牛奶 或者是吃过杏仁豆腐 味道就是一模一样 就直接插在你皮肤上 那 它是那种 你过了五六秒之后 它味道就不见的 所以如果你很怕杏仁味的话 如果你单纯就它效果来讲 滋润效果也是很不错 它的吸收也非常的快 然后再来它的整个保湿效果 也是非常不错 就是它既不黏你 但是又能够 让你的肌肤很快吸收 又能够达到它的滋润效果 这一款全部都有 所以如果是很怕杏仁味的 不用担心 它五六秒之后 就会结束 那也是很喜欢杏仁味 跟我一样 就是爱杏仁爱到不行的话 这一款我就更推荐 它的杏仁味就是 原原本本 那个杏仁牛奶的味道 好 那相对应这个东西呢 因为我摊在他们家这个杏仁味 我就又入手了他们家的这个法油 因为我法油刚好没了 那我看到他们家这个法油 是这种杏仁味 我就购入来试试看 我觉得它的滋润效果 当然不像那种深层滋润法油这么明显 但是那种法油 对有些人来说 就真的太油了 很怕它黏在一起 有些人是白天你要上班 那你早上起来 你可能要洗个澡 冲个头发的人 这时候我就会推荐这一款法油 因为它不会在你的头发上 你留下黏力的感觉 不会让你的手用起来黏黏的 它就是纯粹 让你头发一种滋润效果 但又不油 然后又可以把你头发尾梳开 我用完的效果是觉得 我的头发不像你之前这么干 那这款它使用方法是写说呢 它是在你洗完头发之后 用你毛巾擦干吹头发之前 使用的一款法油 所以使用方法很简单 你洗完头 然后用干毛巾稍微擦一下 就可以使用这一款 然后接着在吹头发 它又可以顺便保护吹风机 带走头发上的那种滋润度 所以它的效果除了滋润之外 又可以保护你的头发 这一款我真的非常喜欢 再来我就是要强调它的味道真的很好 我是冲着它的味道去买的 但以它的效果来讲是非常不错 我很推荐的就是 如果你是早上洗澡的人 那你要找一款你洗完澡之后 不要太油的发油 我就会推荐这款 Drunk Elephant Tango Spray 好最后给大家推荐一个非美妆产品的 就是这一个酒精喷物 如果大家是有在follow些美妆youtuber的话 应该知道Cathie Light在前几个月都推荐了这一款酒精喷物 在Ultar上面有卖 Cathie Light在推荐之前 其实它就已经卖的就是全部都没了 就断货了 那后来Cathie Light推荐之后 还是持续的在断货 就一直绕我前两个月还前一个月 我在他们Ultar的官网上面才看到他们又进货了 所以呢那时候我就决定来买一下 因为现在酒精喷物很重要 大家出去不论是买菜啊干嘛的 碰的东西都需要喷一点酒精喷物 所以我就买了这一款 那这一款呢 当时我看Cathie Light推荐的时候 我就非常喜欢 尤其是它在推荐之前 我就曾经看过其他的广告 我就很爱 那这一款呢 第一个最新的就是它的颜值 你看大部分的酒精喷物 第一个就是 那瓶子要不是很丑 就是它是那种按压头的很不方便 但它的这一个就是 它是这种按压喷物型 这样子按就可以喷出来的 然后再加上呢 你可以看到它瓶子的这整个设计啊 就是它不会让你一看就觉得 诶这东西就是一个丑丑的酒精 拿来消毒手 当然这都是很多余的啦 但是我意思就是 它不是你想的那种传统的干洗手 我给大家看一下 像我们看到传统的干洗手就长这样 然后它挤出来之后 就那种黏黏的质地 你放在手上也很不舒服 然后你会觉得手上一插完之后 整个手超级干 就用这种传统的干洗手之后 既黏 使用感不好 然后使用完之后又觉得手很干 你就会觉得 就很不想碰这种干洗手的东西 但是像这一种 它是这种就是水的 水状的 所以当你喷在手上的时候 在那边喷给大家看一下 像这种水状的 你喷在手上之后呢 你不会感觉到它很干 再来是它又不会让你觉得黏黏的 最后它又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它是带有香气的 那我这一款呢 是红色的是Watermelon 就是喷出来之后 就是那种西瓜果汁的味道 然后甜甜的 很香 那除了这一款之外呢 我还另外购入了两款 一个是这个绿的 然后再来是这个粉的 目前我使用下来啊 这三款 我最喜欢的呢 是中间这一款绿的 这一款芦荟的吧 芦荟味的 这一款绿的我非常非常喜欢 它的味道 虽然Watermelon的也很不错 给大家看一下 我试喷之后 觉得这一瓶真的味道很好 你看这个绿的真的很美 它这一款的味道 是我觉得最清新的 如果你是不喜欢很重甜味的 那这一款是我最首推的 那我最不喜欢的是 Forest Berry这一款 这一款的味道 我就觉得有一点点太甜了 Watermelon这一款 虽然也是甜的 但没有超过这一款的甜 所以整个比较下来 我是最喜欢这个 绿色的芦荟的 那Cathleen Dice 我忘记它是推荐哪一款了 大家有兴趣 其實可以去看它的影片啦 我在这边就给大家 做个小小的推荐 就是这个绿色的 这绿色的是我最喜欢的味道 那如果硬比较强 如果真的 这一款都卖完了 我觉得第二个推荐 就是Watermelon 最后一个我才会给大家推荐 这个Forest Berry这一个香味的 好 最后就给大家推荐两个雷产品 第一个呢 也是一个防晒 这真的太雷了 这个是Forest Sight Beauty 它们家的这个防晒露 当时看到这个防晒露 我就觉得 Forest Sight Beauty 我对它们产品印象真的非常好 从它的底妆到它的化妆品 再到它的 就反正各种的 我觉得它们家产品都做得很不错 洗脸啊什么的 我觉得 试用下来都还蛮OK的 但这个防晒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个防晒 大家看 好包装我觉得还不错啦 就是我很喜欢的这种 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 Orbis的包装一模一样 但这一个防晒 就是雷到一个不喜 它这边写的是 Liquid Mineral Sunscreen 所以照理来说 就算是亏在脸上留下白白的 我都无所谓 但是它这一款 它就是涂出来之后 我挤一点给大家看 我实在不要挤太多 因为我真的很怕 等一下手上会出现 我不想要的效果 首先看它的颜色 它的这个颜色啊 你看我最近 皮肤是晒得非常非常黑哦 就是出去晒太阳什么的 然后皮肤非常黑 你看它居然比我现在 超黑的皮肤还要更黑 它为什么要做得这么黑 然后再来是它推开来之后啊 还是黑的耶 大家可以看到 我这块皮肤比较黑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要把这个 就是一个好好的防晒做得这么黑 我真的宁可防晒 在我脸上留下一点白白 说好听一点 那至少还有提亮效果 但这一款就是 它插在我皮肤上之后 就会有一点点暗沉的效果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把它做这么黑 再来是它涂在我手上之后 它超油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把一个防晒 做得这么的油 而且是我脸上 就是我T字部位已经会出油 然后它又再擦上去之后 不但不润色 把眼神里皮肤变黑之后 它还让你的脸上出油 然后你擦完这个之后 你再上其他的化妆品 你的那个底妆就会开始浮起来 其实我这T字部位油的部分 油加油 然后这边的底妆 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呈现那种掉的效果 好那再来你说 如果你是一个不化妆的人 这一款 第一个它不会让你提亮你的肤色 它就是很奇怪的润色 然后再来是 你涂在脸上之后爆油 好你不化妆 但你回来又却要因为这一个奇怪的东西 就要来卸妆 因为它里面是有带有颜色的嘛 所以你还是必须卸妆 所以这款产品我就觉得 不论是一个不化妆的人 还是一个化妆的人 这一款我都觉得很不合适 超雷 然后我在看那个Sephora上面贴的 我真的是 大家为什么能给它评论这么高的分数啊 我不懂欸 是不是因为 就是外国人他们都喜欢 让脸上看起来有一种那种 古铜色的效果 我不是很清楚 但在我这边 就是它就是超雷 就算它真的可以让我脸变成古铜色 但这么油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还是美国人 直接外国人们都喜欢 因为他们干击很多嘛 他们就喜欢这种 有种很滋润的感觉吗 反正我是很不懂 这个产品它到底想干什么 然后你看SPF就只有30 所以这一瓶就整个超雷 现在的状态就是 我宁可把它就是涂在手上 或者是身上 我就不会把它拿来涂脸了 太雷太雷的这个产品 这个东西我就让我讲个一个小时 我都讲不完 就是它真的太多太多缺点 然后后面还解什么 for sensitive skin 我不懂 当初就是因为它贴着一些有的霉的什么 没有香料啊 可以给敏感肌啊 然后各种好处 所以我才买 但没想到它居然这么的雷 非常非常不推荐这一款 如果看我影片有用过这一款的朋友 在下面告诉我 你觉得它怎么样 就是太惨了 对我来说 好 只要第一个雷品我已经起爆了 接下来第二个雷品 让我心情有好一点点 因为在我这里 它不算是太雷太雷太雷 它就是有点小雷的那一种 就是一个眼影盘 你知道对我这种眼影控来讲 怎么说 因为很多眼影盘我都是能接受的 因为我就太喜欢眼影了 就是如果它里面的产品不好 但它包装很好 我也是能接受 如果它是产品很好 包装不好 那很好 反正里面产品也是可以用 那如果两个都好 对我来讲是最好 但这个产品的重点呢 我是冲了它包装去 但我不知道为什么 它里面的东西可以 让我觉得有一点点雷吗 还是什么 尤其是它的价格 现在好多开架的产品 但这个价格 像colourpop跟这个 价格应该是一模一样 但colourpop可以做成这样子 这个产品到底在想什么 真的不知道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一个汉堡包的壳 好 所以打开这个壳呢 就像在吃汉堡 你把它打开 就一模一样 就跟你卖 吃麦当劳 它给你一个可一样 这点是真的做得很可爱 但打开之后 好 这个汉堡 首先我先夸奖一下 它真的 最不雷的地方 就是它的包装 因为我就想买一个 前段子不是很流行 那种食物包装的眼影盘吗 然后我是 本来是很不感兴趣 但因为这真的太可爱 它就是一个汉堡欸 你就是 在用眼影盘的时候 然后就看那个汉堡 你就会觉得 好可爱 所以当初我买的点是这个 然后再来是我 当时在网络上 看它配色的时候 我觉得它配色 做得还不错啊 你看它这个 这个配色跟它这个 汉堡本身啊 除了绿色没有之外 它还有另外一个汉堡 第二个汉堡好像有绿色 但是剩下 除了绿色之外 这里面的有 cheese的颜色啊 肉的颜色啊 还有它bacon的颜色 都在里面了 然后面包的颜色也有 所以我觉得 以它配色来讲 其实做的 还蛮符合它主题的 这一点我很满意 它的颜色啊 就是 这一周的爱用呢 与蕾评计给大家 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影片 别忘了给我点个喜欢 留言订阅分享咯 那记得如果喜欢美妆的人 要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会把我的instagram 踢在这里 或是follow我的facebook专页 大家都可以自己点击去看咯 那么就这样咯 所有的产品呢 都会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box 大家记得自己点击去看咯 如果对产品有兴趣的话 那就这样子咯 拜拜